台北股市今天 這曾經重挫的時候呢 今天報紙有提到 這金管會的主委顧立雄 既然說台北股市的萬點之上呢 有可能會變成常態 他不講沒事 一講之後呢 今天反而呈現一個重挫 而且呢 大家說外資最近不是在匯出嗎 他說 外資雖然匯出 但台股仍然穩定下來 所以假設他的 他的結論是正確 他說台股在萬點之上是成常態的話 現在外資沒有進來 是不是代表顧立雄在暗示 外資未來會進來 所以台北股市會繼續安穩的在萬點之上 可是呢 很抱歉 今天外資賣超了 將近超過200億的一個情況 所以今天大跌191點 那統計4月份到目前為止 外資呢 會出的大約是300億台幣 那目前台北股市在萬點呢 到今天為止已經227天了 但是未來有辦法這麼順利嗎 我們去做一個觀察 另外呢 這個台北股市 我們說真的 現在呢 這個外資在休息 那只剩內資在撐 另外一個力量是誰呢 在於當沖的力量 因為呢 當沖的力量 現在到底有多大 我們看一下 上市櫃的成交金額 我們把昨天 先抓昨天 昨天上市1500多億 上櫃400多億 加起來將近2000億左右 但是2000億裡面呢 既然有1200億 是屬於做當沖的 所以昨天 上市櫃合起來的 這個成交量呢 有將近6成的人 都是在做當沖的 這非常可怕 我舉一個例子 我有個好朋友 他的本金只有10萬塊錢 自從這個當沖降稅以後 他一個月喔 光10萬塊本金 他可以沖來回沖來回沖 大概沖了2億左右 為什麼要沖這麼多 因為他每1億呢 可以退11萬的佣金 所以他沖2億可以退22萬的佣金 當然不包括他的賺跟賠 光手續費他可以退22億的佣金 所以呢這個量呢就是這樣子出來的 不過呢 這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股市呢 今天呈現一個重挫之後 基本上呢 還好現行基本上還沒有太醜 因為至少 還是在一個所謂的平台整理區的部分 不過呢剛提到 外資現在賣超207億 所以從2月份以來呢 外資是沿路沿路賣超 只是說這一波的這個 外資走之後 內資跟當沖的人到底可以撐多久 現在請教一下家瑋 你怎麼觀察 基本上台北股市 今天的這個跳光缺口 我覺得是非常的醜 為什麼 因為 怎麼說 他不是還在區間嗎 因為他今天這樣跳下來的話 他破了半年線 他破了半年線之後 然後呢 這個是短中期的均線 季線 月線 十日線 這三條 全部都已經呈現下彎 有點蓋頭反壓 而且我們如果說 從均線理論來講 最醜的一個走勢 不是這種發散的走勢 最醜的走勢是 他把這三條均線 先糾結 對打了一個結 像那個麻花捲有沒有 打了一個節奏 然後再發散 所以他今天這樣子破呢 你不管是從波浪理論 ABC 或者是說你 你如果去看那個台北股市 過去的一個 比較歷史的經驗來講的話 他這個有一點像是高檔的M頭 高檔M頭 因為你如果未來來講的話 他破這10189的話 往下走 到10189還很久 你不要這樣 好不好 這個M頭 這個右邊還還蠻長的距離 除非台積電 但是其實我覺得 他接下來 他如果跌得快 不可怕 因為這邊五天的時間 這邊不怕急跌 不怕急跌 怕緩跌 真的怕緩跌 他如果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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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這樣跌不得了 因為今天外資 光外資賣超207 在過去來講我們常看到外資賣的時候 他期貨會去做買超的動作 對 但是今天是 外資賣207億 然後期貨竟然大賣19000口 對 沒錯 等於是期限貨同步都是測出的情況 然後 外資從這10189開始 基本上是一路賣 一路賣 然後賣的時候 最近融資是又接近 這個前貨的高點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 台北股市的後市 其實真的很不樂觀 尤其是今天這個跳上缺口 那個未來 可能要補這個跳空缺口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你說這個 今天的台股的跳空缺口很難補 但是呢 我們看一下 今天沙盤重心是台積電 對 台積電今天這個缺口更大 真的 這個往下跳這個缺口 而且呢 已經 逼近前波的一個低點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台積電過去的 我們抓這個 從去年10月份來一個例子 台積電通常往下的這個跳空缺口 最後都會補 你看 去年11月底的時候 1 2 3 3個缺口 我們常講說這個突破缺口 中繼缺口 跟 捷徑缺口 最後 都有來補 你看 這個今年2月份的時候 這個全球股災 它也是三個缺口 也是有來補 那這兩個缺口也是有來補 而且 這個缺口 最高的這缺口都有補 只是說這一次呢 我沒辦法斷定說 它大於是第一個缺口 因為通常呢 我們剛剛講嘛 會有這個所謂的突破缺口 是第一個 中繼缺口是第二個 再來呢 是捷徑缺口是第三個 現在台積電這個缺口呢 到底代表是 所謂的突破缺口嗎 如果是突破缺口 代表未來還有可能有 第二個跟第三個缺口 而且外資昨天 很可憐 很可憐 昨天買了8300多張 結果今天一跳下來全部套牢 其實我跟 其實我跟各位講 就我個人認為 我覺得 今天的這個缺口 它是屬於 那個 它是一個向下的突破缺 那是第一個缺口 因為今天很多的 台積電你看它的法作會 其實 我說一句實在話 真的講得很恐怖嗎 也還好 還好對不對 但是ADR 只是稍微比較保守看下半年 ADR反映得非常嚴重 在過去這一次 二月股災的時候 台積電ADR也沒有這樣跌 甚至上次有一次台積電 ADR跌5%那一次 就是外資大謀看壞它那一次 然後 其實 台股也沒有這樣反應 那我們去看 這一天是叫做1月22號 這一天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這一天是十大外資 調升台積電目標價的時候 什麼花旗 就在那個時候 對對對 隔天台北股市建高點 台積電266這一天 就是台北股市的11270這一天 然後所以 你一樣你從一個那個技術面來看 他有一點點像是那個一個ABC 然後這裡是加速下跌 所以你從這個台積電 他的法說會本身來講 我覺得他現在他只是預測他第二季 第二季可能他會稍微下修 問題是現在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他昨天法說的一個看法 就第二季的 不管是營收啦 毛利率 營業利益的部分呢 基本上他就比較下修 就比較保守 光這樣子呢 就讓台積電有點 快要崩盤的味道 其實 其實主要是就是後事不看好 是 那另外呢 剛剛提到第一個是挖礦部分 沒錯 這個挖礦你看喔 漢遜 3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3月一個月賺3塊錢 連續8天 觀眾朋友應該有記得 我們之前有做過專題 有說這個挖礦的這個周轉率 非常非常高 那時候我還舉個例子說 當初呢 衛生紙在漲價的時候呢 大家拼命去買喔 那後來呢 在衛生紙疊價了沒有人去買 所以當初去搶衛生紙人現在後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比喻說 現在挖礦的人 是不是像當初去買衛生紙的一樣 太早去搶衛生紙 就現在衛生紙疊價了沒有人要買 所以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那時候已經提醒了 我們有做專題 現在呢 確實啊 這個台積電也提出 這樣的一個疑慮出來 對 因為創意是跟台積電最有關係的公司 這個是顯示卡 那這個算ASIC晶片 所以你從 為什麼可以預測到就是說 台積電這一次法說會不好 因為你從創意它這樣下跌 就代表它未來這ASIC晶片 因為台積電就是做ASIC晶片的封裝代工 因為那個 要推那個F3礦機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說 股價會領先去反應未來的基本面 至少除非你未來基本面有一個轉單的時候 所以你從這些股票來看的話 我認為 因為說真的 說真的 創意算比較極有股 其他的這兩檔股票 漢遜跟青雲 他比較投機性比較強 尤其像青雲 去年3月份才表演一個連續11天跌停板 那現在換漢遜連續表演8天跌停板 他會不會下禮拜在第9天 我們不知道 但是 這種走勢來講就已經造成這個 礦坑其實對未來的一個想像的題材大幅度的破命 這個是挖礦的部分 另外我們看一下這個鴻海 鴻海最近這個 我們抓的是月線 不過鴻海日線基本上也是跌得非常非常的重 不過還好從這個長期的上升趨勢線來看 好像 過去都有支撐的一個力道 其實我 我個人我覺得 鴻海短線上他跌這麼多 你如果從這個長線來講的話 我也覺得 因為股票 股票是這樣 股票他不會一直跌 跌不停 他跌一跌會反彈 所以我認為鴻海他跌到這裡會有一個支撐 你從長期趨勢線上 因為他就他就算反彈一半好了 到104元好了 104元現在80幾塊 83.5塊 到104很多 紅色比這樣比較極力一點 對對對 就是他這樣反彈上來到104 其實這樣蠻多的 所以說我覺得他因為你看嘛 他都是會反彈一段再跌 反彈一段再跌 所以他的一個上升趨勢線 除非這條上升趨勢線你跌破 就是投資朋友可以自己畫一下 除非他跌破 那跌破才會再加速下跌 不然的話他有可能會先反彈一段 未來再跌 所以我覺得雖然現在的iPhone的 整個的需求疑慮非常大 但是以鴻海已經領跌的情況之下 他他未來他要再下跌 我覺得要出現那種天天大跌 我覺得不是很容易 那這是平蓋股的龍頭嗎 那再看其他部分呢 那同樣道理 跌升的大力光 我覺得他要再大跌 雖然我長線我蠻看壞的 我長線我認為他 他三千塊不會是一個低檔 但是短線他要大跌不容易 然後我覺得最可怕的是穩帽 因為穩帽呢 他這裡其實已經彎一次 後來是因為就是又 又把他帶起來反彈一次 這樣把他一條季線受傷 所以未來來講穩帽很有可能 是會變成平蓋股裡面的領跌 因為他是一個3D感測 那之前3D感測 因為大家期待的太好 是